因應加紀官有一個嚴重的確認案例 官長長良宣布自24號開始 危機三天 進行全官18兵公司 東部人流熱點以方針大清宵 未來第三個方議期間 將起床每禮拜進行一拜 然後由民眾作為進行 時來清宵專民共同方議 各位官官報局表示 依照王長良官長的指示 已經在上午和18公司 情結局隊長 照開市政會議 國議本日開始 當時動員 官報局以及18行電池工作 消毒大堆開始一平正官情宵作業 優先目標是 官來各行電池人流熱點 包括市場 家庭站 公有公共便室 便利商店 北京商款 廟口 交通站站 以及收集的頂頂 官民公約期間 吃起的人流熱點 將加強易控性的消毒作業 那嘉義縣有一個確診案例 所以我們就請環保局 馬熊召集18鄉鎮 我們所有的過去所組的消毒大隊 然後針對所有的熱區 包括所有的人口經常出沒的地方 包括村裡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次 比較大的這種清潔跟消毒的工作 那謝謝大家非常的辛勞 那為期三天的時間 那未來我們會定時 大概每個禮拜 會針對某些鄉鎮的熱區 我們會做相關的消毒的工作 所以我們一定會做好整體環境的消毒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 顧好個人的防疫 就是戴口罩 勤洗手 那不就是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來維護 我們環境 整個零污染 讓病毒不是以侵犯到我們的社區裡面 我們這張集園 每個禮拜一次 正觀清潮作業 讓民眾在這個傳理社區來 日上生活的時候 可以安心以及放心 希望早日到過這段疫情 謝忻新聞 張來欣 甘義官 彩虹報登 各位鄉親 四大 大家好 我是館長 翁張良 疫情越來越嚴重 有人問我 這樣到底要怎麼 雖然可以減到 但是大家不能共同 拜託大家做好三件事 國畢後的時候 請大家不要出門 掛水冷和洗手 做好這三件事 很重要 各位鄉親 各位社團 按照政府的支持 大家團結對抗白毒 不必怕 拜託大家 不必要的時候 不要出門 掛水冷和洗手 感謝 謝謝 蘿拉 蘿拉 蘿蘿 蘿蘿可以重來 但人生的取集 不能重來 加入AI科技特色班 設計屬於你的未來 在嘉義縣 永慶高中 跟竹崎高中 擁有專業的 AI科技師資 軟硬體設備 以及大學資源 歡迎大家來 報考 AI科技特色班 無縫接軌世界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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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 有不可 未來 有不可